我現在首將是吳大哥 來 怎麼樣看這個態勢 所有的評論 在評論蔡英文的執政一年 通通都是在批判他 520之後 台灣的新局勢是什麼 民進黨面臨到快速的崩解嗎 來 你怎麼看 我想我們現在有兩年 一方面就是說 這可能是我們所看過的 最新的520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你說要再給他落井嚇死 你實在沒有意願 但你相反過來講就是說 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開關 這個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OK 好 那麼從吳大哥一起來 哇 這個整個的原來人民的那種 內在的那種東西 就產生了更大的這樣一個變數 所以小君你就做一個角色扮演 沒有人就做無數 人不對 事情就做不好嘛 你要做什麼事情你就要用什麼人 那麼你今天在520你說你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 這個我接受 我絕對相信 到目前我都相信 但是你要改革 你有改革部隊嗎 你的鐵頭部長在隊 你的鐵監院長在隊 你的鐵衛隊在隊 這是一個基本的時刻 這是一個基本的時刻 你今天說要處理跟人家 大小小小小的就說 吳郭董 我們兩個來 好 大家看來我們兩個處理也要稍微寒 對嗎 你今天都叫這些文洛書生什麼人要參與 這是一個關鍵 這是一個關鍵 那麼簡單說就是 你在國民黨的這個體系 這個文官系統裡面 你要去改革 除了說你要有鐵頭部隊 鐵尖部隊 鐵衛部隊以外 你要有很好的行政經驗 因為你知道這個文官體系 你其實說用燈子他們的下去喬 用燈子的下去喬 都還很難喬 但是都還要喬到燈子 你現在用這些文洛書生 又完全都沒有行政歷練 去沒有效就對了 喬不到燈子 不知道要破口在哪裡就對了 這是我認為 現在蔡英文的一個 面對一個領導統一上 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就要再唱到上面 我都給你當蔡英文 我才不會說得太大聲 就這樣 我給你送對這個妹妹 你說這個話這樣 如果說大聲有效 你也要說說大聲 如果說大聲是反映出現實情況 問題說大聲就沒有了 個人有的啊 OK 好 那麼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的時候 我們要想到回來 民洞現在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記得歡迎他過半熟 我們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人家比較少 我們沒有人 你沒有人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人嘛 譬如說一個我們剛才說的 你要改進 你就要走出來 人家就要創什麼好你 社群人很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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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也還不錯啊 你不要把他們貪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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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這個事政 人家做宜蘭冠的事政 人家都有一定的事政 也有一定的混亂 人家出來就大家都不搖擺貪貪貪 OK 好 這些人你都平民老啊 為什麼平民老 第一個邏輯不清楚 蘇青衝 加你高分 你平民老 你是不是想要認真 我們是尊敬 加油 你當你認真 你認真人也認真人也認真人也認真人都變多了 我們人正要加油 誰看我給你八歲啊 你合他老 你認真人也想要認真嗎 你認真人的時候才會變多了 你以前那個老闆阿飛飛了 好 還多多多歲 男人也多六歲 你又認真人又多多好 還要比你年輕 就讓他好好好 所以就說第一個這個沒有邏輯 他用年齡去壞到界線 把那些人都抬掉 你已經沒人這樣修台了 你沒人 你要改變 結果你把這些荷卡都抬掉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所以大家有結論說 這樣的繼續下去的話 國家走向會拖垮整個民進黨政權 就是簡單說 他的人事佈局的這個概念 他如果沒有改變 他我們死的 我們死不會完 現在我說的上班一定愛的 現在民進黨政府是什麼政府 你知道嗎 太監治國 這是要讓我們盡感慨 今天民進黨的太監治國 那不要說這些人不是鐵監部隊 鐵頭部隊 我說兩三句 很小的例子你就知道 我跟你說 什麼叫做太監治國 你如果民進黨去查說 我消息來源是怎樣 抱歉 我 你就從你總統府 從行政議 從立法院 從你旁邊 我都有消息來源 我們就講一些小例子 他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你不知道 他現在做到 好 今天這題 我們專協是 他還沒有不時找黨政大佬 進入總統府來會商國事 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國家現在面臨這種走向 我們幾個呢 他現在看 本來 他那個 他的威風都擺好了 所有東西都擺好了 他現在看 這裡面有無聲威 我是舉例 無聲威今天沒來 他一定要把他幫忙 就對了 他都不要去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 不是那種大理官 在帶著他出來 是他的走力 先來把他的 茶具全部收走 不好意思 總統現在就有無言 無法當大 對 他走到這種程度 走到這種程度 其實這個樣子 不是今天才開始 他在做民進黨的時候 做民眾黨主席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他現在感覺說 哇 這這這賣牛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他就 記者會他就取消 他就這樣 就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發生 他一直是這樣 現在只是說 因為變成了總統 那個高度 那種新聞的可見度 太強了 你一直都迷弄 你如果有 在那講民進黨也不太公平 因為民進黨的滿意度是很高 就是政府 就是小英政府 你太不行了 太不行了 原來給你的人 如果少掉一半就好 支持你的300萬走150萬票走掉 你當場跟他打平 我要問蔡英文了 你說你不是以民調治國 你是為台灣治國 你不為民調治國 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 有這個民調你才有機會為台灣治國 否則你連機會都沒有 剛剛講到陳水扁的案子 我非常好奇 大家調查過中間選民 對陳水扁案的態度沒有 是 綠營也好 請問一下大家知不知道 我的理解 我看過一份小小的民調 我自己理解 我自己自己做過 非常簡單 你要做決定 最壞的決定 叫不做決定 好像跟你無關 兩個手放後面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問你 你贊不贊成特赦 你贊不贊成 現在保外就醫 他沒有合規定 你贊不贊成要給他這個去 拆拆演講 那個不給他去 我告訴你 這些選民一片罵聲 罵什麼 哪有人說 可以讓他上二樓到一個房間 不要讓他到一樓 這個差別在哪裡 可以去 拆個樓梯 拆個樓梯 然後我就問了 你認不認為 同不同意法 或不認為這樣有 二樓有助於醫療 一樓沒有助於醫療 沒有人同意 然後放入影帶有助於醫療 然後去到那邊上台 沒有人同意 上台致詞無助於醫療 沒有人同意 要不然就認為他不該保外就醫 我告訴你中間選民也有人認為 不該保外就醫 你就把他叫回去 是 該的沒有任何一個保外就醫 你還要簽一個字說 我這樣子演講可以 那樣子接受訪問不可以 那樣子失望可以 這樣不可以 你不做任何的有價值或正派的決定 所以我用剛才他的話 你不為民調治國OK 你為台灣治國 我用老子的話 他說什麼 以政治國 以齊用兵 齊用兵就是選舉 是用招數的 以齊用兵用招數可以贏選舉 以政治國是用什麼治國 那那不好意思 法理研究也得研究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做決定 然後現在 你不要問我 批評說他 我現在完全不做法 我為什麼不做決定 我上次也不能去募款餐會 我上次也跟法務部說了 我問了副次長說 那一個現在的注意事項 是有沒有法律基礎的 你用注意事項 規定陳水扁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 楊老師第一次點出 我很快就跟他講了 你如果沒有法律基礎 所以什麼叫以政治國 用價值跟正道 你不要在那裡 怕這個怕那個 都不要做 隨便就讓中間就做 不要怕這個怕那個 這就是翔偉剛才所說的 他沒有任何一個價值 在一個政策上 或在一件事上 顯露得很明白 中間寫明非常不耐煩呢 年金改革七成的人支持 滿意的人知道多少 三成 不在那裡 里面 起碼